欢迎回到最在地的港独新闻 在广告回来之后我们要带您一块来关心的是 高雄市液化石油气体燃料工会在日前陈情 他们的陈情诉求是现行瓦斯行内能够容许的瓦斯桶库存量 能够来进行放宽 不过消防局表示目前修法的全责是在中央 不过也提醒一旦真的放宽库存量的话 可能会增加安全隐忧 根据了解依照目前现行高压气体及危险物品受制及管理办法 一般瓦斯行等营业的场所放置的瓦斯存量不得超过128公斤 否则将会依消防法除以2到10万元的罚还 不过现在市面上有不少的业者却以成本为理由 没有按照规范来执行 工会希望能够放宽法令的规范 不过消防局表示依照现行的法令 并没有法律可以来依循 而且强调还是要加强稽查 一旦违法的话将要依规定处判 对吧 对吧 感谢观看